Hello,大家好,我是鞋底 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在客栈认识的新朋友 一个姐姐,Windy姐姐 我叫Windy 姐姐是跟我们住在一个客栈 准备跟我们一块骑摩托车 去北边的八屋溶洞群溜大雨圈 刚也是租了一台新车 那现在就是我 你跟着我,我技术好一点 我今天只管坐 然后我是鞋底的粉丝 坐在鞋底的后边 这个是小山哥,你骑这个车,好吧 好,行 那姐 我用不用,我开始导航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呢,我就先把它关掉 对,你关掉就行了 大概方向我都知道的 行 我们汽车技术很好 那就跟着我 抓紧了,姐 好 好 我们先从这边 走 我们就北上 朝机场方向 哎呀 有高铁还是方便呢 对 这几个大城市随便窜 这小姑娘还反着坐 这厉害了 现在就在想前面的那个轮渡 随时有没有船 因为我们要去的溶洞在河的那边 那我们要坐船 对,要坐船 先去码头 给个一万就行 呃,等一下 六千 七千 八千 OK 四千余人 没有 他按摩托车算 给了吗 给了 你看 他只要有人收门票 证明这里头来了有意义 知道吗 不白来 哎呦 不然的话人家收啥门票 是吧 嗯 四千 还是你有经验 我都说是说真的 我都没敢相信这就是一道门 哈哈 你看那个小绳子 小绳子滴溜起来的 你看这方地农村 现在就是去看呢呀 那个河边 那边我挺漂亮的 对呀 开玩笑 两块钱门票呢 不白花 诶 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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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摩托放上去 可以过去 只要能让我们过河 怎么都行 对 只要能 诶 哪个船可以 这个跟前了 这个 确实是到跟前了 这怎么过去的一般 这怎么过去的一般 哈喽 这一看来是 TOKIO 一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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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这边是有船啊 也可以 百度摩托车 但是我们要去那个景区 它说先把摩托车停下 然后把我们送过去就可以了 因为景区就在对面 因为景区就在对面 我们先停下吧 停到阴凉处好了 哎呦 可以吗 这个 这个 哇 哇 3 OK 一个人是一万三啊 我们票不是很贵 其实主要就是船票 那意思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包了艘船呗 对啊 我们三个人 开车带我们过去 开船带我们去 这是哪个方向走啊 这个 前面 啊 好像是 嗯 对 出发出发 就我们三个人 嗯 刚好一艘船 就这座山里 有一些溶洞 这边都是喀斯特地貌啊 到了到了到了 就很快啊 哎呀 朋友我刚刚动物多了 对 这个 哎 下船的时候慢一点啊 稳一点啊 对 你们先下 哎呦 这一个确实得 OK 谢谢 等回去的时候再给他小费吧 来水给我一下 喝点水 一个人是两万 哎呦 可以 也不贵 就八块钱一个人 先看一下地图 它这边主要是好像有两个洞 一个是上面这个洞 那么 upper cave 然后 lower cave 就上下 嗯 走 就从这儿 这 这 这怎么感觉也像是个喵啊 嘿嘿 这些卖小吃的 看一下河景啊 湄公河 这些船是从哪开过来的 我们先选择爬山到上面来看这个洞 还是有点路程的 这个门倒是感觉有个一两百年历史啊 这是哪个菩萨 穿的虎皮 不得不说啊 这洞里是正凉快 就一下子就少了十几度啊 这个洞里也是黑布隆冬的 摆了一些菩萨的木雕 好像这个洞不是很大吧 它这个洞啊不是很大啊 可能两分钟就撞完了 这边到处都是供奉着菩萨 不要在乎目的地啊 在乎这沿途的风景啊 小张哥也爬上来了 他先是看看是下面那个洞 那你先参观这个 我在那儿等你们 我们还以为你走的是上边 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可以去哪里了 谢谢 下面那洞大吗 不大 那你这样一说的话 这上面这个可能更不大 更不行 你先上去 那我们往下走了啊 OK 走 这些大床啊 应该都是从朗伯拉帮过来的 一个多小时 这就是下边这个溶洞 也不是很大 上面差不多 看一下什么 就是一个观景台吧 这个要小心 对 你不用走出去太远啊 行行行行 好好好来回头 OK 就是一个洞口 这个景区啊 这个景区啊 要单论溶洞 那肯定是卖不出来票钱的 必须得供奉点这个 尼菩萨 木雕菩萨 哈哈 就有人过来了 这有三张票 你看过后来个欧洲老外 或者是中国人亚洲老外 你拿一个做船的票 对 我们做船的票 他就没见过 对对对 他有这个票 对 我们看能不能卖门票 我们那做船的票呢 收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那个船夫收走了 又来了一船人啊 我们要找 小张哥 小张哥 先上来的是一个大哥 本地人 白袋子的一个大哥 对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两个大哥还愣呢 要票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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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笑死了 那大哥还 好好玩 难怪那个大哥愣了一下 这个我们不是全包的吗 同包的 你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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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个旅游团 演戏跟演讲 哦,你们都是歹族啊 对 西双板纳 西双板纳过来的 哦,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这是来自板纳那边的中国旅游团 你看你看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姐姐问你们要门票 没有一个买票的 有一个大哥还愣住了 估计心晓得我们不是包团的吗 大哥都不敢往前走了 好了 回去了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能还得再买一次船票是吧 我们就过去的好了 那边有船吗现在 这可以啊 我们三个人他还在这等着嘞 我还以为这是重新买票呢 坐船回去了 哇 这个停船也是个技术佛 我们这个船怎么样能停进去呢 哈哈 居然是把别人的船推一下 谢谢 包船旅行 再给他点小费 谢谢 拜拜 我们找个地方看能不能喝点东西吃点东西吧 就在这个村子 肯定要骑车吗 肯定要骑车呀 这个地方是什么 你说哪儿 那个好像是个餐厅 应该是 我以为你会回头的 没想到就拍个电影就好了 没打算要拍人 哦 我觉得这个是平时接待旅游团吃饭的地儿吧 食物和饮饭 这个饮料 一个鱼汤 六万 四六二十四 它这个鱼汤应该新鲜吧 油炸鱼也是六万 那干啥都六万 二十四万 还真的干啥都六万 四块钱 这点了三个菜 嗯 六万六万四万 嗯 好了 没全景 鱼呢 嗯 我上次是在湄公河边上喝过了 喝过鱼汤 至少待会儿喝个鱼 这回家猪肉好吃 但是它做的 你看这个 炸的 也好吃 我还没吃 喝汤 他还很聪明 三个人放了六块肉 多一块都要引发战争 那不会 我们这个鱼就只长六块肉 没有鱼头 没有鱼尾 全是一样的这种肉 我很好奇 这个鱼怎么长的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时间 是有什么喜欢吃的 我上一次一个人 也是花六万块钱 就在朗波拉邦河边 有一个酒吧 他们都点的都是啤酒 就我点了个鱼汤 我还以为也是心想的小份 结果那家伙上来真的是一整条鱼 有鱼头 有鱼尾 然后这么大一份 我看他蒙了 好吃吗 味道还不错 这就是清水炖的 那也是中间工这种 对 对 就是这种东西 他们做鱼一般都是跟泰国是一个样的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鞋底的主页